NCT食量竟比不过只有12人的Seven Team 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最近有一名网友发出了一则贴文 并写下标题 NCT和Seven Team食量的差异 引发了韩国网友们纷纷有录讨论 原博主附上了几张节目的截图 并说明了内容 在图片中 Seven Team一小时内吃的菜单有 牛肉10人份 猪肉15人份 猪排骨8人份 鸡蛋卷 泡菜锅 炒红蛤 拉面10个 拌面10个 炸酱面10个 然而NCT的食量 NCT1279位男生 虽然点了三个清炖鸡 那炖鸡快一个 煎饼 巷子凉粉 但煎饼和巷子凉粉几乎没吃 而Dream有七位成员 却只吃了这一点 甚至自己还吐槽说 两个成人男性却吃不下两袋泡面 让博主笑说 NCT两个人吃不下两袋拉面 七个人说五袋拌面太多 Seven Team炖锅基本都20人份起跳的 好吗 引起韩国网友发笑 纷纷留言说 Seven Team成员家成员家人 炮和牛点当成是一般烤肉店一般 吃了超过一千万韩元 疯了疯了 没事了 至少一点被健康很好 我也应该少吃一点的说 SM偶像这么说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Seven Team虽然这么会吃 但自我管理也做得很好 真的佩服 首先会吃就先产生好感 哇 开始看到Seven Team支持人分的牛肉时 还很失望的说 没想到只是前菜啊 不知道大家对于NCT和Seven Team的食量差距 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哦 啊 Aa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